杜蘇類颱風來勢洶洶 今明兩天將最靠近台灣 民眾搶購蔬菜水果帶動菜價上漲 昨天的菜價已經創下近半年來的新高 北農也加倍釋出倉儲的馬鈴薯以及橄欖 對於連鎖超市的供應量更較平日增加約一倍 受民眾歡迎的普遍性都是比較可以耐放的菜 像最近的話因為下過雨 有些菜的品質都比較差水傷 所以像如果價格上有比較低一點 或是比較可以放的話 像高麗菜跟金類的那個比較受歡迎 最近的價格其實跟這一兩天的颱風是比較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前一兩個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每天的下雨所造成的 因為下過大雨以後出大太陽 菜有的在產地來到台北就有水傷爛掉的現象 至於颱風的因素的話 就是一點點的影響 但是會影響的話颱風是最主要是颱風過後 未來的下個禮拜才會比較有大的明顯變化 已經算是高峰了啦 所以現在未來的話我們不敢預估 我們就是一線這一段的話 就是因為受這一兩個禮拜下西北雨的因素 所以這陣子的價格有稍微偏高 畢竟台北人對於風雨沒有什麼影響的話 對於這種菜類不會說很特別說想要去買來豚放這樣子 目前來講今天反而價位比較低耶 應該是菜量很足吧 所以並沒有什麼大波動 這個禮拜下來都沒有什麼大波動 那你要看產地的餘量 根莖類啊 比如說是地瓜 蘿蔔 高麗菜如果要量的話也很能放 然後白菜之類的 夜菜類的話就是盡量選用就是適量就好 因為夜菜類比較不能白 就盡量想要出來買青菜 可是我看青菜都很貴 可是因為剛好家裡也都還有貨 就沒有什麼怎麼買 我是覺得有些個菜是有漲 但是跟前兩天差不多一樣的價錢 今天並沒有比較漲 之前像一些什麼青江菜啊 大陸妹啊 像大陸妹昨天我看報導說50幾塊 可是我看今天只有40幾塊錢 好像比昨天還便宜 那有些那個地瓜葉啊 那地瓜葉平常大家都說營養還不錯 可是我看也有賣一斤20塊的 又賣35塊的 30塊的都有 我就覺得價錢就看你自己怎麼選擇 其實也是都還好啦 我覺得也是都可以接受 北農也分享像是蘿蔔 紅蘿蔔 洋蔥等根莖類 或者是菇菌類 芽菜類等蔬菜 受到颱風影響程度較低 價格相對穩定且營養價值豐富 歡迎民眾可以多多選購 記者石容英 彥俊強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來吧 下次再見吧 下次再見 to the newer